大家好,我是景成 在苏州古城区 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园林市的五星级酒店里面呢 有一处别墅,一处公馆 是一个三层的小楼 这个小楼呢,曾经是老蒋的二公子 就是蒋伟国少年时期住过的别墅 那么这个别墅呢 现在肯定是这个酒店的一部分 平时呢,内部它是不让参观的 你住在里面是可以进去看看的 今天的机会难得 机会难得,我的好朋友陈哥 他们住在里面了 有机会进去看一看 蒋伟国在苏州的公馆 我们来探访探访 现在开始 眼前的这栋楼呢 就是蒋伟国少年时期 在苏州的公馆别墅 它是怎么来的 就是1927年老蒋呢 跟宋美龄联姻了 然后他之前的三位夫人呢 都有归宿了 那么他的二夫人姚野城 苏州人 那么就跟他们的养子 蒋伟国来到苏州了 就在苏州居住了 当然他们当时刚开始住的时候呢 不是在这里 因为这里没有房子 他们是住在孔夫斯项的吴忠信家 是他们的朋友 那么这个别墅呢 它是1929年落成的 主体结构呢 是一栋三层的小楼 这个非常的气派 然后当时总占地呢 这里差不多有十亩地 但是现在呢 仅仅是它的公馆部分 看的是它的建筑 它其他的附属设施呢 应该留下来的比较少了 这里原来的地名呢 叫做蔡真坊7号 刚才简单的看了一下 在这处公馆南边的这座亭子 有可能就是蔡伟国的时期 留下来的 现在这里呢 它是苏州市的文保单位 整个楼呢台积很高 蔡伟国的中学跟大学时期呢 都是在苏州的 中学是东吴大学 附属中学 大学呢就是动物大学了 我们现在还在等 我的朋友陈哥回来 现在先等一等 我们先拍拍外围 这里有一个简介 蒋伟国故居 他讲的是比较客观的 1928年 1936年 在苏州读书 1928年 刚才讲过了 他是住在吴中信家的 36年呢 他就去德国了 我们现在在蒋伟国别墅的 风雨长廊 他有一道长廊的 围绕四周的吧 应该是 走一走 看一看 这个别墅呢 当时他仆人家主人呢 十余人 他有从宁波带过来的 家庭教师 陈志坚 然后还有三位女佣 私人医生 再加上花匠等等 身居简出啊 这栋楼呢 占地一千多平 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刚才讲过了 自己的好朋友 我的陈哥 陆住这栋别墅 所以能够到里面来 一探究竟 其实里面呢 他老的东西 基本上没有了 房子是老的 里面的设置设备 都是新的 这是一个简介 我们看一下 蔡真坊7号 现在这里不叫蔡真坊了 蔡真坊已经没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 内部结构 他原来呢 我看资料上讲的 他的地面 全部都是进口的地板 但是现在已经是地砖了 它是三层结构嘛 那么我们 看我们的东边 就是东边的 现在它是客房 都是 东边的 其实它是原来的 书房和会客室 改建了 改建了已经 两个房间 然后 这是西方 西厢房 西厢房呢 它原来就是西餐厅 西餐厅 吃西餐的 现在也是改了两个房间 那么中间呢 就是它的气派的客厅 它是三层 然后中庭很漂亮 它的中庭很漂亮 中庭上去呢 二楼 东西呢 东边呢 就是蒋伟国的卧室 西边呢 就是摇野城的卧室 然后 三楼呢 是做储藏室的 我们到后面再来看一看 然后再上楼 它的北部 这栋别墅的北部呢 其实原来还有一栋楼的 但是那栋楼 没有了 两层的 那个是住女佣人的 和餐厅 然后这是北部啊 它的基本格局 还都是老的 但就是设施设备 是新的呢 这是一个石桌 这幅照片呢 肯定就是蒋伟国 但这个女士 这位女士是 摇野城吗 这里还有一些介绍 点点滴滴的 我们现在就到二楼 去看一看 资料上讲呢 这个别墅 它是三层楼 但三楼 它是储物室了 不知道三楼还有没有 先到二楼来看 这个别墅啊 它的老奖 命令这个 宁波帮的匠人造的 占地 加上花园的 差不多十亩地 现在是五星宾馆了嘛 造价呢 资料上讲 它是两万银元 有人讲 折合现在一个亿 这就是二楼了 它这个中庭 是很 很气派啊 上档次的 现在的话 很多别墅 它都有这个中庭 但是它在90年前 却有这个中庭 不得了啊 这是二楼的客厅 二楼的客厅 然后呢 根据资料上讲的 二楼的东边 这里就是蒋伟国的房间 二楼的西边呢 这里就是姚野城的房间 我朋友他们刚好住在 西边的这个房间 进来看一看 但是这个房间 跟姚野城没什么关系啊 因为设置设备 全是新的了 它都是套房的设置 一进门就是一个套间 这是客厅 然后里面呢 还有 这算是一个小的厨房吧 然后最里面的就是房间 房间的我们就不进去看了 我朋友在洗漱了 机会难得 进来看一看 接着往三楼来看一看 三楼资料上讲 它非常矮 但是也是有房间的 三楼 三楼就一个房间 三楼 以前呢 三楼就是 这座公馆的储藏室 这样我们就下去了 我们看完这栋别墅的室内呢 现在又来到了室外了 其实刚才我讲错了啊 指出一下啊 这个是主体建筑 我们刚才就在这个里面看的 我刚才讲 它后面那栋北楼被拆了 其实没有被拆 这个就是北楼 两层的小楼 确认了 那么再讲一下 它两层的小楼 这个北楼呢 二层呢 二层就是女佣住的 然后底层呢 就是餐厅 然后现在是 感觉像是合二为一了 它全部都设置了客房了 北楼还在 但是呢 它就是后面的水塔等等 好像就没有了 这个呢 还是北楼 根据资料上记载呢 这个资料就是 我参阅了南原春秋一书 在北楼的东边呢 就这个位置呢 它是有一个水塔的 水塔没有了 那么这边还一口井 这个井我刚才看了一下 它开挖年代还比较早 这个应该不是当时 他们最初开挖的 但是肯定使用过 但是根据资料上讲 在这个北楼的东边这边呢 原来有三间平房 它是摇曳城 吃战念佛的地方 佛堂 但是呢 这里它还有一个佛堂 就在这个别墅的 西南角 我们过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来看 眼前这栋楼 这栋楼呢 是在别墅的西南方向 很近的 它是一个家庙 是一个家庙 叫善庆禅院 疏于这个管理荒废了 然后 1929年呢 就是摇曳城到这里来呢 修了一下 作为家庙使用 作为佛堂 但是 这个资料上讲 它的佛堂不在这个位置 它难道有两个佛堂吗 摇曳城 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 具有90多年历史的 蒋伟国别墅 看了一遍 蒋伟国1928年 到1936年 在苏州啊 八年时光 少年时期 非常重要的 然后 姚野城呢 她在养母 1937年 离开这里的 在老想安排下 去重庆了 90多年 这个别墅 依然还在啊 私人已去 有机会呢 大家过来看一看 拍拍照片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